其實我覺得豪宅的氣質 通常在玄關這個地方 都可以展現那種 氣宇不凡的感覺 因為它其實一進來 玄關的空間 可能是一般人家裡的兩三倍大 甚至是動線的規劃 都跟以往不一樣 對 陳如謙怡所講 因為我們的空間夠大 所以我們的玄關來講 可以做成一個非常獨立的一個玄關 以我們目前眼前的這個來講 它是一個大面寬的一個席櫃 除了它是一個 高收納量的一個席櫃以外 我們在局部的部分 也做了一個展示動 可以讓屋主拿它的一個收藏品 做一個展示的功能 我有看到 對 另外這一面 我個人覺得很有那種 深宮大宅的那種氣勢 這一面來講 我們希望進來 它有一個主題式的效果 因為我們想藉由一個 中國人喜歡武丹花一個富貴 風華的一個含義 把這種大戶宅體 它的一個風邦表現出來 我們在玄關這個地方 其實它隱含有一個機關站 你看 您看到一個這麼大的鞋櫃 我們整面牆把它延伸過來 其實我們這邊做了一個 隱藏門的處理 這個是一個隱藏的門片 可是造型跟鞋櫃是 一氣呵成零貫的 對 外表上看不出來 對 裡面有一個跟鞋的衣帽間 衣帽間 對 間廚廠式的一個功能 那再進去來講是一個 庸人它一個工作跟休息的一個 屬於庸人它專屬的一個 休息空間 對 那我們裡面也配置了一個 庸人專屬它使用的一個位置設備 那在後面的部分來講 經過這個隱藏門 那進去來講它是一個酒窖 那再過去它是一個 屬於廚房的一個熱炒區 所以庸人它的一個 不管休息的空間 還是一個工作的動線來講 全部都集中在這個動線上面 所以我們只好把它 這個問題就把它徹底解決掉這樣子 很棒 豪宅其實有一個重點 主仆動線要分得很清楚 這就是一個很棒的規劃 這邊還有一個端景 對 我們希望 我們這邊有做了一個 很氣派的一個端景 那我們是用一個 古典米黃的一個大理石 來作為一個多層次收框的造型 因為我們希望說客人 從玄關門踏進來的地步 可以從正面這邊看到一個 很氣派 它會有一個迎賓的一個效果 因為我們空間夠大 可以把玄關做成一個獨立 比較封閉的一個空間 我們不希望客人一進門 就可以把裡面所有的東西 所有的空間看得一幕了來 不會一眼看穿到底了 對 你是需要一個 屋主的一個導引之下 你才可以進到裡面的一個空間 我們設計的手法是一面牆 是兩面用的 其實轉過去 我們用同樣的一個建材元素 把它做成一個 很大面的一個電視牆 OK 好 其實很有趣的是 一般來講我們在玄關 只會有一個動線進客廳 今天你是他家的客人的話 你可以有兩種選擇 看你要走這邊 還是要走這邊進客廳 對 我們是用一個 雙主軸的一個動線來設計 好 我今天選擇走這邊 我們進去看看 大家看看